明太子好雞 超多明太子的 我覺得這個比起司年我更喜歡 它裡面的超級飽滿的牡蠣欸 而且完全沒腥味喔 好這個蘸牡蠣超級推薦 這種厚片的山藥就是會吃到外酥 然後裡面還脆脆的感覺 這個是海鮮礦的福音 書架一口蟹 喔肉很好吃 大家你們看它裡面那個白花花的肉 帶起來肉就超細的有沒有 小西芝士就給過 哈囉我是Bibi 我今天來到了東區 今天要來吃的是一間串燒店的吃到飽 我之前就看有人說這間串燒店吃到飽很有名 我今天連續兩次都沒有訂到位子 我今天就訂到了 那它這裡的營業時間比較特別 它的話平日的話是只有營業晚上 那如果是假日的話就是中午啊還有晚上都有 那進去的餐期也不一樣這樣子 總之我今天就是要來測試看看 這種串燒類居酒屋類的吃到飽 到底有沒有辦法吃回本次數CP值呢 這樣我們一起期待一下 好那在影片看之前 記得先幫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收到新影片通知 那我們就趕快繼續看看吧 走 走 入座了 其實這間店還滿小的耶 所以我能理解為什麼我之前那麼難訂位了 因為它店本來的座位數就不多 然後我看到很多人都是來喝啤酒吃穿的時候 感覺很有這種氣氛的感覺 它這邊的話總共有分三種價位 分別是949 749 還有549 那我今天想要點中間這個749CP值比較高的價位 那要記得的話呢是它都有分10塊的服務費要加上去 那如果你是一個人來吃的話呢 它是沒有加收任何費用的喔非常讚 然後這裡的用餐時間的話呢是兩個小時 但是注意它每次的話呢只要點8樣 那每一樣最多只能點2份 對於說你一次送單最多就是16份的意思 那16份之後呢你還要再等15分鐘之後才可以繼續點餐喔 最後就是飲料的部分呢 飲料的話它就是自助幫我提供非常簡單的飲料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喜歡喝酒的人 你這邊199可以加了之後就有啤酒喝到飽 那如果要調酒的話這邊399加就有調酒喝到飽喔 非常的划算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喔這給我的啊 對 我們一人一吃到同時吃 第一個呢是它的起司牛 然後這次的串類啊我們兩個人的話呢 我跟小潔全部都是點一份 一份就是兩隻 所以我跟小潔都會同時吃這樣子 你覺得還不錯它起司很冷 然後它起司有點鮮 然後牛肉有點鮮 我就覺得鮮味會有點太多 但其他方面都滿OK的 牛肉的話也很juicy 然後第一串的熱量就很高 沒錯 好害怕 這個熱熱吃應該很好吃啦 我們剛剛放太久了 沒錯 好可惜 它這邊很貼心就是有一個給你放那個竹籤的桶子 還有甜蜜蜜辣醬 跟椒鹽粉還有無敵辣粉 我今天沒有要吃這麼重口味 所以我應該都不會用到 下一個是新疆羊 這個應該不適合用甜蜜蜜吧 對 我猜應該是孜然的味道 好 試試看 對 很滋 可是它的羊就有點柴 跟牛肉比起來很明顯 這個的話我覺得可定可不點 再來是我非常喜歡的 炸牡蜜 它裡面的超級飽滿的牡蜜耶 而且完全沒腥味喔 這個炸牡蜜超級推薦 直接先給它兩份點下去後面就狂點 而且它的炸皮是有點空氣感那種我最喜歡的炸皮 明太子好雞 超多明太子的 我覺得這個比起司牛我更喜歡耶 因為起司牛也很濃郁 但是它上面這個明太子不會到太鹹 讓它雞肉的味道本身也比較淡一點 吃起來就非常的剛好 而且那個啵啵啵的魚卵吃得好療癒喔 下一個呢 這個是店家招待我們的 M8到M9的牛排 而且店家滿FOR的 因為他說他有看過我們的頻道 他覺得CP值比較高就是700多的 然後他就說招待兩個900多的給我們這樣 哇讚了 直接卸省很多錢 真的 欸這個顏色可以吧 很難得吃到和牛牛排 我覺得和牛牛排的話呢 它是首先會比較嫩一點點 就明顯是沒有韌性只有嫩 然後它的肉香味屬於淡牙一點的那一種 還不錯 這個是海鮮烤的福音 書架一口蟹 好可愛 然後上面還有灑一些蔥花跟一些辣椒什麼的 視覺上看起來很漂亮 喔這個很好吃耶 在嘴裡炸開 然後它的蒜香味非常非常的重 這配啤酒很像 這也會覺得難怪很多人都點啤酒喝到飽了 又是明太子系列了 這個是明太子烤山藥 看那個山藥的絲 這種厚片的山藥就是會吃到外酥 然後裡面還脆脆的感覺 而且它明太子也是給滿厚的喔 它這個清爽跟油膩綜合啊 對喔就是明太子配上那個山藥就剛剛好 我覺得它的明太子系列都必定 因為它明太子調的很好吃 不會太過鹹 這個是蒜味牛 好 嗯 很像燥燒 但沒有燥燒那麼甜 這個就有點像中式料理 然後牛啊我覺得它 就是它有油脂的地方 因為我們放比較嘴 所以有時候它有點QQ男藥 可是這樣做好應該滿好吃的 對 我剛剛也是在想起來比較難笑 嗯 燥燥了 粉絲了 它都沒有看到這個樣子 好好笑 炒水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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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味OK 但不知道為什麼咬 沒辦法把它全部一次咬斷 松阪豬 我現在有點擔心是因為這個松阪豬我放了有一點久了 我不確定會不會影響它的味道 應該會差一點 其實還不錯耶 它的豬肉是甜的 只是唯一的問題是 我覺得它吃起來不太像松阪豬 這好吃的豬肉 我以為冷雕不能吃它很好吃耶 對 還是很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調味料好加分 下一個也是老闆招待我們的 是它的伊比利豬喔 嗯 這吃起來超級嫩 然後魷魚很香很香 那個魅士牛的味道 可是它不是牛耶 它的豬 這真的好吃你吃吃看 好吃耶 它那個肥肉跟瘦都剛剛好 嗯 我覺得 這個我甚至覺得在我心中有點超越剛剛的和牛 我覺得它肥瘦均勻然後超級不停嫩 入口即化 然後味道又剛好 刺激豆 嗯 嗯 我聽說很多國家都沒有吃雞肉 我覺得身為台灣人很幸福 雞肉真的好好吃喔 這個好可愛喔 這個是它的 北腸裡夾根蔥 我沒有在裝可愛 它名字就叫這個 北腸裡夾根蔥 好極了 它如果熱的時候 應該很好吃 這個要熱的喔 對 這真的要熱的 因為冷掉真的有點補湯 但它北腸這樣比較放到冷掉 那個油感會很重 然後也沒有那個脆的感覺 對 這個是老闆特製的海神蝦 加一下它褲的醬汁 嗯 有點辣美乃滋的感覺 重點是蝦 也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這什麼啊 很 我覺得有點像辣美乃滋 可是我也說不出是什麼 很特別耶 然後還滿開胃的 對 我又再加點了 山藥跟 牡蠣 下一個是韓式的雞 剛剛我們這個放超久 小潔就默默看了他說 這個確定還可以吃嗎 我們是不會浪費食物的 我覺得是好吃的 但它的辣醬比較偏那種 偏多於辣 就有點像甜辣醬的感覺 好像有點像辣甜糕 對…有點像 因為它辣炒甜糕的醬 那我個人好像比較喜歡明太子版本 我跟小潔現在已經七八分飽了 不行 我們不能那麼弱 哇 好弱喔 這個跟上瑜似不一樣 是熱騰騰騰的 嗯 就是要熱騰騰的吃 這個我剛剛找超久 就是它的先滷後烤西里香 真的有滷過 就它像我們上次吃日料店那個 烤香魚一樣 它裡面都沒有什麼肉感或骨感 結果一咬就換它進去 化開了 嗯 妳是不是吃不下了 它叫我…好飽 我需要吃點玉米的小時候 來讓我的精力回避 原來在演欸 真的滿飽的 妳怎麼快知道可以吃這麼飽的 對啊 我原本以為可以吃很多醬 沾點椒鹽 嗯… 它的椒鹽是芥末椒鹽 有一點玩沙比的味道 就有點辣辣香香的 這好好吃喔 我剝這個會用牙齒鹽 真的假的 假的啦 嚇死我了 第二輪的明太子山藥 嗯… 這種適合後面再吃 這個也滿清爽的 嗯… 謝謝妳 重點來了 它的花魚一葉乾 哇油亮油亮 這個是剛剛店長特別跟我講說 他們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半隻的量 平常你們點的話是一整隻 還是兩倍 洗上檸檬醬汁 就應該是靈魂的吧 欸有欸有欸 感覺很讚 這個肉質 因為它的刺 其實感覺滿好挑的 因為它是整個帶魚骨有刺 加檸檬超讚的 還好加檸檬 加檸檬超級解密 它加你們看它裡面那個白花花的肉 看起來肉就超細的有沒有 它這個魚烤完 感覺很好處理耶 它還在第一隻 哇 超罪惡 超罪惡 我剛剛吃的是表層 比較焦的部分 它是超嫩的 吃完了 這次吃完我跟小潔一共吃了 1648元 然後我們總共點了14串 然後13道 13道就是那個一盤一盤小排這樣 快上下來的話一道差不多是61塊 其實我覺得CP值算高 一是因為我們今天戰力真的很弱 很弱 對我們點小到老闆對牌的關係 說你們怎麼不再多點點 我們就真的吃不下 然後第二是因為我覺得它雖然美到六十幾塊 但是它的東西都有在水準之上 尤其它有一些一盤一盤的東西 它其實量還滿多的 只是我們為了方便就用樣子去記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的美味度啊 坦白說每個都滿好吃的 總之就是非常值得一來 而且因為它還有啤酒倡飲還有調酒倡飲的方案 所以我覺得非常適合跟朋友一起來 我真的第一次試吃到飽 你變得那麼愜意悠閒的耶 好像隨著這間店 今天CP值算是過關啦 我覺得就是我跟小潔都認可這樣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想看我探其他店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那也可以去看我們的網站 cpok.tw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嗨 四月十四也有 我當然我對這個世界真的太失望了 不需要這麼多情人姐 我覺得我可能只是吃不到葡萄 所以好酸 沒錯 如果我是有男朋友我應該會很喜歡 有男朋友你今天就不會在這邊開店 對